《相思爱情》里 赵斯的媳妇王美兰 幽默风趣的表演 使观众对她记忆有心 赵斯媳妇王美兰的扮演者 是萧素青 1963年3月25日 出征于辽宁省辽阳市 首届赵本山碑二人转大赛中 获表演奖 赵本山第九位徒弟 在《相思爱情》时部曲中 扮演玉兰娘王美兰 萧素青出生于1963年 辽宁省辽阳市人 是一名著名的二人转演员 萧素青从小就喜欢表演和唱歌 初中毕业后就学起了二人转 萧素青在首届 本山碑二人转大赛获得表演奖 她出色的表演被赵本山所欣赏 于是受她为徒弟 并把她带进了娱乐圈 萧素青在电视剧里很朴实 甚至有些吐气 但是现实里的她时尚美丽 萧素青虽然因《相思爱情》而走红 但是她为人低调 踏实不张扬 这也是赵本山欣赏她的原因之一 她对她的老公很少提起 据悉萧素青的老公 也是一位二人转演员 而且也是赵本山的土地 名字叫做王永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他们夫妻真是低调